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对比现在 不应该呀 现在是下班时间还是周末 走 我们进去看看 夜市人最多的地方 儿童乐园 其实这种带娃的方式也不错 花几十块钱让小朋友在里面蹦蹦跳跳 然后出一身汗 总比宅在家里玩游戏要好 它这个玩法是预充值消费 不是我们认知的玩一个项目付一个项目的钱 它是预充值200 300 500这样子的 看着很漂亮啊 新光璀璨 这一晚上用电用不少啊 这种游乐场基本上每一个购物馆场前面都有 毕竟小孩子的钱最好挣 这个摇摆飞碟看着还挺刺激的 换来换去的 不过我不介意你们吃完饭马上就去玩这个 基本上也就这些项目了 以这样的客流扣除场地水电能工能挣钱 但是有限 这个区域属于幼儿园区 这边两个小玫瑞在提前过不水节 这家是有点像姐姐和妹妹 陌生人一般不肯这么闹 捞鱼也能捞恰恰 又来了一只是不是 你自己来 不肯了 赶紧离开这个是非地 我从旁边捞过去还是用到我身上的 所以倒是不怕 只是这个养鲸鱼的水有点新 这个是收费亭 外面也写着家务表 好吧 儿童的人就是这些了 我们去夜市美食街那边看看 看一下这个摊位 属于两个手人数得过来 跟抖音上介绍的完全不一样 我先看看都有卖什么的 麻辣烫 勺心臭豆腐 一口寿司 谭氏炸鸡 手打柠檬茶 南平小吃 章鱼小丸子 斧顶肉片鲜肉蛋饱 烤冷面 然后这边就没了 那边还有一个皮串烧烤汤 还能经营下去的应该多少有点盈利吧 这家正进到大排档 算整个三圈生意最好的了 旁边这家一道田基是连锁店 主打的外卖 先找个人问问情况 所以我问你一下 金山这边最热热的夜市是哪个 所以热热的夜市啊 嗯不是就这个位 我估计怕就这边还算 还算没冷 我看广告上面说这里有一百多个摊位 过来 这不是三四个摊位啊 对没有 你去一下那个万达吧 哦只能去万达了 常常万达吧 爱琴海那边 嗯 哦这边夜市就这个阵了了 夜市可能看起来这边还算可以的吧 没了吗 哈哈 还有个那个高载路那边 高载路那边还有一个的 啊 高载路那边也有个夜市也很大 但是那是小摊小贩很多 就是要拍小摊小贩啊 就是三人车那种 对啊对啊 那种才比较市井嘛 那个多 哦 那里那里比较多 高载路是吧 高载路 我导航导一下 看那边 高载路 是啊 就是建新路过去 右边那个高载路 哦哦哦 建新路过去的吗 嗯 牛仔市场过去的 哦哦哦 我看介绍新闻上面说 这个有一百多个摊位 你干嘛 你这个搞直播吗 没有直播就是 拍视频 搞宣传 啊 哦 宣传福州的旅游啊 小吃啊 这些 比较多的 旅游美式文化 是是是 这没什么能 哎 这个没什么人气啊 对对对 总体来说都没什么人气 总体来说 要最热了 就是保龙 哦 那边 想把夜市 不是 就是保龙 福建 福建夜市 两个夜市 就是保龙广场了 那里 保龙广场 啊 还有那个 看那个 哇 那个那个 那个 哦 那条 那条街 夜市很很大 工业路呢 你哈 那个夜市很大 然后再有的就是台江的那个光明港夜市 哎 光明港夜市也比较大 哦 光明港 我以为京商这边比较大的选一个来拍一下 京商这边没有到 京商这边稍微大一点就是高载路那里了 哦 行行 那谢谢你 嗯 那个 看这样的餐位 有没有 有一两百个 没有 有没有 哦 行行行 改天过去高载路那边拍一下 好 谢谢你啊 师傅啊 而且那边看着可爱吗 还有 这是商场内部 就开放了门口这块区域 二楼扶梯这里静止上去 刚好那个来拍 我看着好像刮那个啊 刮那个 斧顶斧顶 打也是那样子打嘛 肉不一样 哦 打也是那机器打 斧顶露片 露片白的我们就 斧顶露片把它搞成圆的也是这个 嗯 那边呢 它肉条是白的 这个随机的 你不一样大 有两种嘛 一种牛筋网 一种 这里那个是大的 大的叫牛筋 哦 两种 不一个 这个是熟的成品是吗 是煮一下就可以 煮一下就可以像这样子了 然后里面摊好好的 放摊里煮 哦 对哦 这边有介绍 手工牛肉丸 牛筋网 哦 有牛杂 牛百叶 南平特色小吃 啊 牛哥 我看介绍上面说这个夜市有100多个这样行为过来看一下就这么几个 以前开业的时候有吧 刚开的时候有100多 刚开业的时候有两排 哦 后面越做越少是不是 去年刚开始一阵火吧 哦 到中的夜市啊 后面全部都坐不下去就不开业了 哦 好谢谢谢谢 鸡腿饭 鸡腿青菜鸡蛋 萝卜汤米饭 十五年 实惠倒是很实惠 干脆坐电梯去楼上看看 商场二楼到了 这是普普普的仓库啊 再去山楼看看 哦 山楼是电影院 这帽子也没什么人啊 今天还是周末 这个地方应该是电影院的售票大厅 如果你是来看电影的 看到这种场景会不会认为自己走错地方了 如果人流量比较大的话 这里一出电梯就会闻到爆米花的香味 现在这里空空荡荡 这里附近小区还挺密集的 人应该不少啊 住在福州市区的人应该不会来这边消费 左手边这边还有个台球厅 有两桌已经开局的台球 三楼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现在下去 看一下这家台球厅叫什么 1001聚会 远路坐电梯下去 出电梯又到这里 商场出口就是这个儿童乐园这里的 小朋友在里面玩 所有的家长统一的知识是低头玩手机 小朋友玩的不想回家了 福州夜市各地都办了很多 这是好事促进消费增加就业 如果内容更有特色一点那就更好了 好吧那本次拍摄福州经商蔚南新光夜市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点赞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拜拜